什么是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记者探访多个领域前沿实验室 走进科学大装置和生产医学 这里是我国首艘专业火箭发射船东方航行港号 解码未来产业原动力 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方向 东方时空新制生产力在中国第二季 未来实验室 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特别报道 新制生产力在中国未来实验室 今天重点关注商业航天领域 商业航天涵盖的范围很广 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了火箭和卫星的研制 卫星运营及应用地面设备制造与服务等等 近年来 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快速发展 在多个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新增长引擎 预计今年商业航天的产业规模将突破2.3万亿元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有多迅猛 相关机构统计显示 2024上半年 中国航天实施的30次发射任务中 商业运载火箭实施发射供给5次 商业航天发展的过程中 也创下了多个行业第一 这是天兵科技天龙2号首飞 实现我国商业航天首款液体火箭成功入轨 中科宇航利剑1号搭载26颗卫星入轨 刷新我国商业航天一箭多星最高任务记录 蓝箭航天朱雀2号成为全国首枚成功入轨的 液氧甲板燃料火箭 东方空间引力1号首飞 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记录 今年1月可重复使用液氧甲板火箭朱雀3号实验舰 成功完成百米级垂直起降飞行实验 并于9月11号圆满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实验 商业航天也带动卫星产业迎来爆发增长 目前我国已规划三个万星星座计划 总计将发射超3.7万克卫星 就在今天中午的12时 我国商业航天又传来了一个试验成功的好消息 由我国蓝舰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火箭 朱雀3号实验舰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实验 可以说这是我国商业航天在实现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 火箭的可回收利用主要集中在一级火箭和火箭发动机的回收与复用技术 可回收的关键在于进去控制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的轨迹和姿态 为了让火箭回得准落得稳 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控制模拟的数字化平台 通过在虚拟世界中不断测试来验证火箭实际的飞行性能 正在试车的是蓝舰航天自主研发的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 同传统火箭发动机使用固体燃料或液氧煤油不同 使用液氧甲烷作为燃料 它的燃烧产物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 不会像煤油一样产生结胶堵塞发动机 仅需较低的维护成本就能实现发动机的重复使用 据团队介绍可回收火箭技术成熟后 未来一级火箭附用次数可达10到20次 运输成本又往大幅降低 同时商用火箭的研发也带动了产业链 上下游上百个关键零部件的迭代 我们在17年一次产品的交减核氯 其实在30%左右 现在核氯能达到接近95%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 整个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 在体系化建设 在一些高精尖技术的工艺的能力建设上 应该得到了一个长租的进步 这个进步其实也给整个产业的发展 点凝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低试炎低成本广复盖高可靠的卫星互联网 是未来通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就在8月初 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 千帆星座完成首批卫星的发射 计划到2030年年底前 要在地球的周围部署大约1.5万颗卫星 像这样的万星星座计划 我国已经规划有三个 实现高密度发射的背后 如何用更低的成本 实现更稳更快的发射 考验的是商业航天的技术创新 和模式创新能力 走进中科宇航实验中心可以看到 这里摆放着一系列的运载火箭实验平台 就在今年7月 团队完成了自研固液融合结构 仓段的净力实验 这种创新的设计 巧妙融合了液体火箭 箭体氢载重大的特点 以及固体火箭稳定安全的结构 能以更少的材料 造出更坚固的火箭 把整个结构仓段 做成铝合金蒙皮 再用航条去做急步加强 因为这种结构形式 一般用在液体火箭为主 好处就是结构效率比较高 整个结构重量比较轻 同时地面的加工工艺成本比较低 火箭降本得内外兼修 在内部复杂的航电系统 是火箭的大脑 过去航电系统的众多子系统 分别开发 每个都有一套独立的设备 造成舰上设备繁多 接口复杂 电网杂乱 加大了飞控人员的工作难度 而通过急约化的改进 团队将火箭上的电器设备 减少了50% 最少只需要一个人一台笔记本 就能发射火箭 简单了以后 整个可靠性也提高了 另外火箭的重量都减轻了 带来的效益就是 运载能力的提高 目前中科宇航 已具备年产30发 运载火箭的总装测试能力 并在持续推进 可回收火箭技术等技术的 研发与验证 一系列硬核技术创新 正在开启火箭低成本 航班化的发射新时代 商业航天的发展 需要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密切合作 积极创新 近年来 在我国的一些地方 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些产业带 比如说山东的小城海洋 依托我国手作海上火箭发射母港 短短6公里的航天大道两侧 聚集了多家商业航天产业链的相关企业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天上有星 海里有船 路上有舰的商业航天产业布局 8月29日 古神星一号海射型姚三运载火箭 从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上腾空飞起 将6颗卫星发射升空 这是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 今年实施的第三次海上发射任务 已成功将1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里是我国首艘专业火箭发射船 东方航天港号 它的长度是162.5米 宽度有40米 面积相当于15个篮球场那么大 您现在看到我面前的汉凤 所衔接的新的甲板区域 是新的火箭发射工位 在火箭发射完成之后 它可以选择保留或者是移除 这种模块化的设计 满足了商业航天火箭灵活的需求 我们这条船举可以非常灵活地支持 咱们目前几乎所有的固体消耗的发射 接下来我们这个大甲板面还在做改造 我们会用模块化的加注方式 来支持中型及小型的液体的发射 发射船 港口 火箭总装基地 零配件加工等 这里围绕商业航天 在方圆6公里的一条大路上 分布了几乎所需要的全部产业链 我们结合当地的特点 科学地勾建了天上有星 海里有船 路上有件的这个产业布局 今年一月全球运载能力最大的 固体火箭引力一号 就在我所在的东方航天港号上发射成功 我所在的就是它的发射工位 而我身后的这个白色的厂房呢 就是引力一号总装完成后的厂房 厂房和发射船遥相呼应 整个的转运距离仅有600米 而如此便利的发射条件 也吸引了大量商业航天公司聚集在这里 记者看到每一个总装厂房 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今年的发射任务 今年我们可能预计会发射两发火箭 然后目前是在装那个摇二的这个火箭 预计呢是在四季度进行发射 永远呢已经在这边呢 落地形成了三种火箭 这么一个固体火箭的种装测试基地 目前已经形成了年产 二十发种装测试固体火箭的一个生产能力 我们呢后边呢可能会形成一个高密度 高频次的一个发射 在六公里的航天大道上 企业之间也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产业链条 来支撑密集的发射需求 这家企业正在进行液体火箭关键零部件 液体炷箱液压气密测试 炷箱测试合格完成后 在园区内我们就交付给当地的液体火箭发射公司 在方圆六公里之内 逐步出户就可以达到供需求的一个闭环 现在基于海上发射母岗的建设 这里已经初步实现了发射任务航班化 服务系统化 产业规模化 一个包含海上发射 新建产严 配套集成 卫星应用 航天文旅 为一体的商业航天新蓝图 正在徐徐展开 在2024年 中国航天大会商业航天产业国际论坛上 国家航天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星制生产力的典范 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正开足马力 是向快车道 当然 这一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 除了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 山东海洋的航天产业带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这个领域 积极深耕布局 北京是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的 重要的聚集区 目前拥有157家商业航天重点企业 近年北京发布了 商业航天发展行动方案 同时通过建设北京驿庄 火箭大街共性科研生产基地 吸引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优质项目 去年上海也发布了 商业航天领域行动计划 拟发展新一代 中大型运载火箭 低成本 高级程卫星 智能应用终端 三大拳头产品 预计2025年实现 空间信息产业规模 超过2000亿元 此外 重庆明确提出 到2027年 全市要形成核心产值 500亿元规模的 空天信息产业集群等等 我们也期待 我国商业航天产业 可以在未来迎来 爆发式的增长 未来实验室 明天继续 致قت瑞大的 数字